Good morning guys, welcome to Magpie 噁心 我们今天一大早过来本来是赶着要早早出门去拍一期上门翻冰箱的视频 没想到天不配合 算了吧,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吃点早餐,跟你们聊聊游戏规则 以免你们是第一次看的话 游戏规则很简单,在老陈任意无聊的时候 他会莫名其妙去联系你们观众当中的某一个贬毒者 他们会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和沟通去挖掘出来 对方到底有些什么,在厨房里面常见的疑惑 一些生活当中,我能帮他通过食物解决的问题 我对这个人是毫无任何了解 他给了两个选择给我 一个是他平常住的家里面 一个是商用厨房的家 然后盲猜你选择了后者 因为你贱 对,太期待了 大夏雨天大周四的 哎呀行,无所谓 可以可以可以去商用厨房 游戏规则是他有150块钱去买菜 只允许告知我他买了多少个东西 然后分别的每一样东西买了多重 我需要通过剩余的钱和他买的东西的个数 然后我去猜 我先买菜 所以他买了什么玩意儿 50块钱770克 猪肉鸡肉咯 还有呢 40块600克 猪肉牛肉 10块钱600克 OK 葱姜蒜 蔬菜类 9块钱930克 一桶白水 好,明白了 今天8月10号 上一期还没有播 所以这期41块 它是完全自己发挥的 所以不是一系列的巧合是吧 不是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你想听一下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吗 家里都有两个家一个商用厨房了 还有什么问题好解决 他的问题不在他家里 是他要去留学去英国 我忙猜他纯粹就是懒的做饭 希望我猜错了 今天找他对质 我猜他买了两个荤的一个树的一个粮食类的东西 那在这个前景之下呢 我会把剩下的钱花在有风味的植物上 可以同时当调味料也可以当植物来吃的 还有多少钱啊 40块7毛7 那东西到了我们的上路 好 这个雨算是小 算是小了一点吧 这完全不是编出来的啊 要是再等我还要等到后半天了 我们先出发吧 可以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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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怎么称哦 叫我小派的好 你是 你好 哈喽 哈喽 说了多少钱吗 这 不用不用 这什么时候的房 三四年前 高峰啊 对 这个 然后 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没有协调好这个节目的意义在哪 就是本来这个节目的意义就是给大伙展示一下自己家里厨房也可以实现得了他们想吃的东西 这像个家里的厨房吗 你对家的理解和我对家的理解是两码事啊 哦 你们家里有闲钱开了个会所是吧 不算闲钱 不算闲钱 这是个厨房 对 但是一般来说 那两个大灶我们是不用的 哦明白 然后可能就是电磁炉 就是这个厨房拍完了之后啊 他好像就没有自个跟我说他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你这个里边还有解决不好的问题 所以这个罩我看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用了 疫情之前有在用 这个动作就很熟悉 我在英国在餐厅打工的时候 看那些老板就是用腿在那儿 他那儿凑 你在英国哪儿啊 杜伦 我猜的是两个肉一个偏贵一点一个偏便宜一点 一个不是猪牛就是猪牛 还有一个不是鸡就是鸡 大概率然后一个植物 然后一个不是粮食类就是液体 一个土豆 一个花菜 牛肉 还有鸡 差不多 花菜就是那个一公斤不到十块钱的那个吗 对吧 对 明白 那你买了啥 我这边我也买了土豆 就知道你英国留学回来 你已经迷上土豆了 不可能不吃土豆的了 对不对 是吧 是的 我买了个芒果 因为我猜我是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我也不太喜欢吃植物 所以买点水果 然后我买了一些可以当调味料 也可以当菜来用东西 所以这个是青菜苗 小柿子 然后切着 好 那我们今天究竟想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不希望我白来 就你都说了土豆 然后英国有的时候它会粮食短缺 它会买不到番茄 买不到很多东西 包括鸡蛋 给大伙科普一下 英国其实是一个条件不咋地的发达国家 你看他们老大上台的时候 对不对 骑着个马车 在它的市中心 在它的首都里边 就是登台的时候 它的路一个坑一个坑 你没有发现吗 地上都是黄沙滩子 你知道那些是啥吗 不够钱去填坑了 不够钱去填坑了 是没有材料还是穷 不够材料也穷 不够材料也穷 是的 所以说在很多时候 我能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这个 这个 打算滑鞋钛 鸡应该是不缺的 一周要去两次超市 但是每一次超市 我会先逛个15分钟 到最后还是老三样 明白 想尝试一些新的 但是可能说是 不太愿意去尝试太多 新的食材吧 不太愿意尝试 只来自于两个可能性 一是你不敢 二是你没有这个欲望 就是你不觉得尝试到新的东西 会对你来说带点什么乐趣 没有一个是不对的行为 就看你的思维了 我应该算是 就是害怕翻车了 就是做完菜之后 发现不太好吃 但是又赶时间 没有办法再做下一趟 最后搞得自己没饭吃 我很多次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始终生活在个 中规中矩的范围内 然后有点无聊了 可以出去理解吗 对 太好了 无聊很好解决 所以你想在一个操作里边做买一段时间的餐食吗 还是你想现做现吃 你想倾向于哪个包食 现炒 就是你喜欢就是快速操作的那种氛围 对 这不意味着你不能提前准备 但是你需要准备一系列 你可以马上用的东西 所以我盲猜你的冻箱里边都是大块大块肉和一些半成品 一样 所以你不会给自己做可以冷冻的半成品 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嗯 因为我尝试过了 怎么说 重新热乎之后感觉好像 跟一开始吃的刚热乎的出来不太一样 然后就不太喜欢 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二次拿出来之后 不意味着你不能再去做一个调味 相当我们先得把所有风味料组在一起 然后主食再组在一起 然后主题再组在一起 你的鸡 你的牛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的所有风味料都在这儿了对不对 对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Do you like these things Yes or no 这两个不要 不喜欢 这个也不喜欢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Do you know why you like this 省事 of course 它又能上色又能有味 Sure 然后你想保留在大概亚洲整个食谱当中 还是有一个可以随地调整成别处的菜式的东西 亚洲 说 芒果是要做食材吗 Absolutely 很多时候很多人不会把可以马上吃的东西变成个食材来对的 在你去东南亚留的一圈Green Mango Salad 你去拉美Also Mango Salad 它有很多发挥空间 因为最简单的原则 我猜啊 在你的认知当中 尝试是找你不认识的食材 Not true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can find out new things about old friends you can still use ingredients that you like to make new things 那我们边聊边干活可以吗 可以 我猜你二十出头 刚二十开学大餐 Nice 你学的是 Business management Was that your first choice That's the only choice Your parents A levels 我ABB 我没A成 没A成 假设你有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啥 我觉得可能功课吧 比如 机械结构 对那个玩意感兴趣是吧 挺喜欢的 你能帮我把这个切成一半吗 一个多的 行 放回去 确定你手在盘子上面 确实简单 There you go Go 哇 轴定了 Go 所以你上完学了之后 你会考虑往你的兴趣爱好方面偏一偏吗 因为普遍来讲 学完Business management 你可以理解为是没有直接工作 但是到处都可以找 今年早些时候在投的简历 但是我现在想换个地方看看 就是英国的话 待了两年多 其实我感觉不是那么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英国 我感觉英国有点排华 英国是什么都排 他们没东西排的时候就喜欢互相排 有东西排的时候团的一起排别人 对该怎么说 你这个也没必要放心里去 他们有史以来都这样 是 这就不能叫歧视了 只能说他们性格不好 怎么你是在英国感受到了别人的排斥吗 最恶心一回就是 有个乞丐来找我要钱 追着我要钱 我身上没钱 他又开始骂我 骂你 然后我手上端着东西 我还没办法 他就说让我 fucking chink go back to your home 但我这还算好的 我有些朋友走在大街上 被人一拳打穿了脸 牙顶到顶穿了 你觉得这是个意外吗 我听得很正常 所以有一句话说 去过国外才会特别爱国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是安定一点 安定很多 但还挺喜欢他们做私修餐的 然后你同时又喜欢悠闲 然后同时又觉得他们村 那就是很冲突 你不觉得吗 是这样子的 普遍来讲 全国所有国家都是 他们始终不会让你忘记 你是过去做客去的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我们是很没有礼貌的客人 什么都抢 什么都买 什么都博 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是 那谁让你懒得干了 谁让你不努力了 话反过来说的话 我们只不过是文明一点 但是我们对他们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对 你们更是了 就因为我讲一个 非普通话的语言 我就是个假洋鬼子 就因为我长个胡子 我长得谁都像 就不像个中国人 一样的概念 只不过是你不动手而已 那你出国的 最一开始的主意是你 还是你父母 就有点兴趣 然后后来就是高中成绩一直掉 然后我爸妈看着不行了 与其说等到最后才宣判 不如早点跑路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多少回了 你觉得你父母失策了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就出去锻炼锻炼 你觉得你能在那交到朋友 活好过好日子吗 因为我能说一句很不礼貌的话吗 弟弟 没事说吧 你看起来像一个人 活的不是很开心的人 我说错了吗 没有 我猜你脑子里边 就是满脑子有很多 品不明白的东西 来自于哪呢 你觉得是你的性格吗 还是你经历的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 考虑的太多 然后就比如我在英国 我开车 就是到处去揽客 接机这些 挣称货费 然后我会跟自己打赌 跟家里打赌一样吧 就是想自己养活自己 证明一下自己 你想提早回报你父母这笔投资 差不多 你觉得你有义务去找还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但是发现能力并不重要 嗯 有点难受是吧 是 它们有点期望有点高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 我感觉可能是父母 在我这个年纪 我爸已经开始开餐厅 我妈 他那个时候是经理 但他们不是一家餐厅的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 说有有为吧 其实也有为了 他俩在结婚之前 俩人各有一套好 ok 所以 do you feel the pressure to be exceptional yeah why is that 总不能栽我这一边上 就是他们打的家业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 前半辈子 你按着我的路线来走 早晚我会没的 我没了之后 你还有后半辈子 那你对得住谁啊 对不对 前面斗我乐 然后后面我没了你斗谁乐 那你左不开心又不开心 反过来还都怪我 so on this note I'm going to ask you do you feel lik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make yourself a happy person above and beyond all else do you think that you should be happy before you should be successful of course so why aren't you 因为我问你吗 你觉得你聪明吗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are you happy? not ready how smart can you be if you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f course that's a very rude thing for me to say but I'll leave it to you to figure out what it all means 打断一下我们的深度来回 对啊我先把茄子切成了大概片 大概宽面这个样子吧 对不对 跟欠了盐 要是有削皮刀的话 我就用削皮刀了 我就把它直接改成面 你现在很多时候嘛 你不用说嘛 你喜欢炒的东西 但是你的半成品 用完了之后 从冻箱里边拿出来 始终是缺点什么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准备生半成品 生腌好的鸡肉 生腌好的牛肉 拌好的茄子 这样它可以直接从冷冻里面 抓出来 一小台一小台 准备好的半成品 直接在一个热锅里边 霍霍一下滑了一下 给个汁结束 盐给完了之后呢 它自己会出水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 露盆栗 蒸笼也行 它待会软了 蔫了就出水了 然后我们给它清水 充一种把表面的盐给洗掉 这样就会调好味的 茄子面条了 今天最好就是利用一些 非常不快的方式 特别是那种不太考验刀工 也不太占面积的东西 Let's see do a little mango maybe a little bit of salt 然后我把这个 你不嫌弃我吧 你不嫌弃我就直接把这肉 都给撸下来了 你喜欢吃什么形式的土豆 泥块炸的煎的喷的溜的 我只能说不太喜欢泥 不太喜欢泥是吧 泥子之外 所以通常的家里 我做土豆的话 就是切大块 然后我在调味非常狠的盐水里边 先把它煮个半熟不熟 就是水煮了一半了之后 它就不会发黑了 它里边的很多霉性 已经白白了 我先去煮一下土豆 老陈要是不看我用大泡的话 它会很不舒服 他就是知道你家有大泡 马上过来 来 there we go 要不要拿个抹布 没必要的吧 够干净了 这个手法很容易被嘲笑的 你以为是什么手法 就是只要你够自信的话 啥都显得像你很会似的 刚好借这个机会啊 问你一下最无聊最经典的问题吧 你蹬腿前最后蹬饭吃啥 我可能会想喝汤 汤 对 什么汤 whatever 炖汤就行 就是那种非常广式的老火汤 对 ok cool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土豆其实你就可以在这儿啊 放凉 这个也是个备料备完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吧 你不可能每次都去焖饭嘛 然后你可以把土豆当成个主食来吃 这也是为什么你买了土豆 对 我们回到这里吧老师 可以吗 所以你为什么选择今天买牛肉呢 因为我在英国所知道的牛肉做法是有切成片 然后炒熟 是啊 但是你也只喜欢吃这个类型的牛肉啊 对 通常你切成丝炒熟翻车翻车到哪儿 就是你不喜欢它的效果是因为什么 水太多 它的水又不是那种肉汁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我要把它炒干点 它那个肉它又老了 对 控制不好那个 我大概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把它切成这样一片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你做的时候 从冷冻里面拿出来再给调味料 你只需要在冷冻之前呢平躺出来 好油 一点点这个 Now let's make something 这种是最烦人的 就是拿两个塑料磨出来的时候 它只能磨那么慢 是 OK you take over for a second 我老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了盐的茄子 给完了之后它不是捏了吗 捏了之后我们只需要沙一下水 它现在里面的苦水已经沸了 它现在就是一个有点嚼头 一个软捏捏的东西了 你可以让它快炒 就不会变成泥了 差不多了 挺多了 够了 所以我看你这些手法呀 其实不像这个不会做饭的人 就是看你乐意不乐意 那也不太像会做到哪儿去 也没有什么会做到哪儿去 比如说我嘛 我到现在不还在湖边乱造吗 这个花菜 你有什么想法 除了正常的给它摘成一朵朵 还有什么形态 你可以把它打成一个泥啊 花菜呀 我通常喜欢炸 然后可以拿它去作为一个调味料 比如剁成一个细的粒 冷却的给点橄榄油蒜 你也可以拌着吃 完全看你 但是我通常会从炸开始 来 油够不够 这有桶桩 这个方便点 哇这个油 这个里面的油就是这个油 对 对嘛 你闻这个味儿啊 这就是塑料味儿 就是脂肪有非饱和脂肪嘛 非饱和脂肪吸收了环境里面的垃圾之后 就变成这个味儿了 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我们只能上个火试一试 所以你们这地方还打算精英起来吗 一般来说客户都不会用到这个厨房 现在就是做民宿嘛 这个很大可能性啊 我们今天晚上只是装个样 这个我不敢吃 我也不敢吃 我也不敢吃 谁敢吃啊 但是我倒是很好奇 我想闻闻这油单独是什么味儿的 它是酸的 你说那个味儿吗 那个臭味儿吗 那个是你的抽烟照里面的味儿 其实食材好坏 绝大部分时候 我通常会说的话是 不管它是好是坏 你闻的不得劲就是不能用 谢谢 还好我们今天人手足够 可以临时去解决 补一下锅 这个放了四五年熟成 可以调和油的问题 我们再重复一遍咯 你看 花菜可以掰开 你喜欢你吗 我不喜欢你 我们可以炸 太好了 可以炸 打块 烙上油了之后呢 就中小火吧 让它慢慢涂 表面成块了之后呢 你这土豆就得是安全了 你就可以拿它放冷冻里边 然后需要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复炸一下 在家里做的话呀 其实唯一一个区别就是需要耐心 一个炮台的唯一绝大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短时间做出来 苦风湖子需要耗半个小时 需要干的事儿 是不是还是大炮台好玩 好了 放打包盒里得里得里 我现在就有一些常用的蔬菜 常用的主食了 来 鸡你会想要怎么调味 这么弄个酸口的 是吗 当然可以了 哇 好大一块油 是 你喜欢机油吗 可以 还可以是吧 我发现你的啥都是还可以状态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主见 干嘛这样的骂他 是 因为我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怎么说 所以我经常会听别人的建议 该怎么吃该怎么做是吧 对 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没有觉得很坏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到我头上 我很难去说推掉 我觉得一个人有义务 就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东西 我觉得一个这一辈子 是必学的一个硬门 硬功夫 是不带前世的拒绝 因为我猜你的第一反应是 我不擅长于拒绝或say no的原因 是因为我没有好理由 你不喜欢不够吗 你为什么需要有个为什么 直接就拒绝 因为觉得这个人没礼包 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说 他让他问你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考虑他自己礼包不礼包 但是我可能会已经就是算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太大坏处 那我就可能会去做 坏处是让你养成了 没有拒绝人的习惯 这是最大的坏处 我先把机油编一编 哇你这个抽烟照好臭啊 哇 慢慢编 那你说在国外的时候自己会打工挣钱吗 开车 那你是你爸妈不给你钱还是什么 我会尽可能用自己的挣来的钱去日常消费 对自己挣来的钱花着还是放松一点 舒服一点 但是我盲猜这不是你父母对你的要求 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要求 对想要改善自己生活质量 那又不想花那么钱 但是你是明知道要是你要的话 你父母会给你的 嗯 我去煎个鸡我马上回来啊 老陈你们聊先聊几句吧 大什么风啊好奇 接机 机场把人拉回来 拉到宿舍 然后或者说从宿舍送人去机场啊 然后还有小的一些搬家呀 因为有些人会喜欢说自己的司机是个中国人 那基本就是做一些中国人 对啊 我也不爱做伞接奖 因为我被骗过一次 怎么骗…… 忽悠我就是说帮她搬家嘛 她是已经先把东西放在这兒 因为拉几趟嘛 然后她按照每趟来算价格 我拉完一趟回来之后 她说就两步路你往上去搬一下吧 撤上去看到一座山 然后她说你不搬完我不给钱 到最后钱没给够 没有发现还是你太老好的了 不会拒绝 иной 我想改变 我觉得要改一改 得硬气的 他在英国打工被人坑了 被人坑了怎么说 被人坑的原因还是 老好人 很像他们干的事 所以你对他刚刚的经历有什么名价吗 活该 我刚才想的也是个字 活该 还好你这一千不算贵 赚了 这么就想吧 赚了 对啊 这里边目前为止是我喜欢的味道 我先给一点点毫油 因为why the fuck not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常规操作了 第一期上回的视频也是 一系列我喜欢的风味料 鸡给它上个色 提炼点风味出来吧对不对 然后给点液体让它炖慢慢炖 炖到你喜欢为止接触 你这有保鲜膜吗 不找不找我只是示范一下 就比如说这是你的备料 这是你的备料 都在冰箱里保鲜膜封 对 假设你某一天想吃饭的时候 你这边已经保鲜膜封好了 一排一排直接可以裸起来 土豆也是裸起来的 花菜也裸起来 再拿几个盘子 别骂了别骂了 我感觉打开这个厨房的时候 就有点像收二手车 除了喇叭哪都想 你还有自己出去收二手车的那种习惯是吧 对 哪买得起一手车啊 你收回来你最骄傲的一辆车 有吗 04年的Z4 Z4 185第一代 nice 所以这个团车应该很贵吧 很便宜啊 在英国车算是最便宜的样子 我只是玩不起大排量 因为大排量的保险太贵了 嗯 车2500磅 我上保险要2000吧 2500磅大概多少钱 4万块钱 英国的保险是真的太贵了 就是你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吧 在英国没有眼不见心不反的这个概念 眼不见心更反 就是所有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很贵 他们平均搭开公司 一个月有多少英镑多 2000至3000吧 税后的话你能拿回家就25000 两个钟情吧 大概30%左右会直接交给税 我们几个兄弟凑在一起 想往死里吃 在深圳一个都市 还能找到人均几十块钱的地方吧 对啊 他们那里保底吃个快餐 也是100来块钱人民币 公交不方便 所以我必须得有车 但是有了车也贵 公交也不便宜 没有一个东西是准时的 对 我记得我打工最惨的有一次就是 下班晚了 凑过过班车 爬坡 爬半个小时回家 渡轮又是个特别不繁华的城市 5点以后街上都没什么人的 接近5点已经没啥人了 就是他们跟你说营业时间到5点钟 你4点半进去就不好使 对 所以嘛不是说哪好哪不好 但是你们自己去品吧 你们到底想生活在哪 各有各的好处和快处 各有各的受罪法 对啊 挺好的 没有还没到这个时候呢 然后尝一尝 酸甜也刚好 我觉得这个飘在土豆上面会最好吃 我这上面是有温度的还是没有温度的 不是有电的吗 火力也不那么大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所以你跟我说嘛 对不对 你目前为止最大的疑惑就是 你觉得在锅里边 就从冷冻里边拿出来的东西 不够香 是不是 好很简单 你说的没有任何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厨师那么矫情 马上你要马上吃 要现在吃 不然就不好吃了 原因很简单 但是因为它已经把这些食材做到它的发挥到极致了 对 所以在你不吃的过程当中 它会流失掉它的品质和灵魂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你可以在半成品里边再一次加点生料 你想吧 我炒这个土豆的话 我生土豆煮完了之后 再放锅里边炒到脆了之后 然后我再放这个酸苗 然后再炒一炒 然后再个醉红调味 然后再出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四个步骤里边 它现在目前为止停留在土豆刚炒完 那我是不是可以往这个里面撒一点生的蒜苗 好 把这个放冷冻里边 这样它下锅那一瞬间 它至少还有没有被煸熟的蒜苗味 所以一碰到热油 你吃到的是这个新鲜刚被炒出来的蒜苗的味道 懂了吗 就更有点灵魂了 就不觉得那么无聊平淡 懂了吧 酷 你会颠锅吗 会 太好了来 来 你说下锅我给你下 我帮你拿下手的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 嗯 颠 就是锅是抬起来的 小心你的电磁炉啊 你要的是抽 懂了吗 到头然后抽 推到前面 然后抽 所以其实就是个拔的动作 你现在是在这样 最后在抬 试一下 我试一下 就这样抽拉就行了 抽 你看差不多这意思嘛 它其实是一个单轴运动 对 酷 好呢 讲真我现在始终是在去炮台 和这个电磁炉上面左右徘徊 我是去里边忍臭呢 还是在外边忍慢 我有这两个选择 这个再补一点油 然后牛肉下锅 让它在下面定个行 这样就不会粘锅 点点生抽 但尽可能不要放太多 然后你说你是喜欢 汁一点的东西嘛 对不对 嗯 在这个时候就直接 你有生粉的话你可以生粉 要是你也可以黄油一下 要是你真的是看我们视频的话 你也可以用解冷椒 黄原椒 up to you 我放蚝油就等于是放了 有黄原椒的 刚好同时也调味了嘛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也就会选择出锅了 它里边余温已经足够 把牛肉给糊熟了 冷却一下 讲真呢 嗯 没有饭之后你可以试 来老陈啊 啊老陈啊 啊 那一个 嗯好香 是吧 西方食谱文化当中也是 蒜香的东西 加上黑胡椒加上牛肉 对 都差不多嘛 那我们现在模拟一下 嗯 看这焖焖的怎么样了 讲真呢 做鸡这个玩意啊 太方便了 咋做的好吃 你试试 缺钱吗 我感觉不缺 太好了 不缺 太好了 你好面无表情 没事 好冷静的啦 是 都能拔到滑 再来燃香 那 这就是 在寝室里边搞定的一份饭 好嘞 然后这个是冻箱里边拿出来的 冻箱里边拿出来的 煮豆热了之后 花菜进去 盛进水 要热的快一点 因为花菜已经不需要更熟了 就是像越南菜了 对 花菜我就不调味了 因为下面的盐足够足够足够 冷漠的蓝蓝 也点头了 嗯 说明是好吃的 来来来 给它露上眼汁 再撒点小葱花 有点撩涛 但是 反正该有的味都有吧 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啊 这点是要成绩 说白了 这也没有不健康哪去 都是植物 看这牛肉怎么样啊 讲真的很多人说为什么 Why is Chinese food so good 也不是没 看明白刚才我们网坡里边 放了多少油 吃好有食欲 嗯 哎你别说呀 我刚才还怕那个芒果会太甜 嗯 芒果还可以 嗯 所以炖操作下来 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有 Anyways 我们先继续聊我们的车 嗯 继续聊你感兴趣的东西 一些机械的东西 好 那我不会你们废话了 老陈吃饭吧 吃饭吃饭 吃饭 哎呀妈呀洗碗 讲真的 我们拍这种视频的时候啊 是我的同事 我我们厨房的同事们最难受 因为他们满脑子想 你这个王八蛋 自个家里咋不刷个碗炮 别人家里还刷那么干干干干 你哥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